Hello,大家好,我是影音 看这什么 一万日元,要400美金 对,这是我刚刚用 将近3500人民币兑换的这些 我现在要回我住的地方了 就是前面这个别墅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住在这个别墅的隔壁 对,我们就是在这里住 这里有一个居委会 然后老人很多 这里住户应该都是一些老上海 这也是我们换的第三个地方了 我们来了三天 换了三架 太耽误时间了 不过我觉得体验感还挺好的 我们就在这儿住 今天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新家 我觉得蛮不错的 刘老师 我们昨天的那个一楼的小洋房 有虚定 我们下来 drop 转要小心 在这个冰箱里 下来 今天准备做的 的地方 他煮到 我们现在希望 正好 吃 限制 等 只要 吃 家 跟 吓死我 哎呀妈呀 看这钥匙 就是小时候的奶奶 小时候我奶奶都让我干脖子 挂着脖子 我能盖着 我们住的应该是居民楼里的一间卧室 改造成一个酒店了 这洗手间冰箱洗衣机什么都有 真的很有家的感觉 这还有一个投影仪 大衣柜 哇这窗户还是双层的 哇跟小时候咱家的一模一样 窗户都是往外推的 对面对面又是一个小楼 都门都院了 就上海 它就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区 在外面看着很老旧 里面就有大别墅 小洋房 还有这种老楼 就生活气息很浓 不像咱那儿 别墅就在别墅区 然后商品楼啊什么 就就就分了分类很那个 他们这个就是好自然呀 人为一体 交通了三天了 就是来上海 就来上海三天坐了三天 但是我感觉很值 就是每一个住的地方 都是一个不同的体验 还不错 我推荐大家 如果来上海的话 可以体验一下这种 就是推荐大家住民宿 体验这个老上海的感觉 很不错 就是我们从今天下午搬过来的时候 我脑子里就一直浮现 小时候的画面 它这个整体就很有年代感 保留的觉得很好 反正很不错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